欸 我問你現在加盟五銅號要多少錢 我有一個朋友 加盟了三間才知道五銅號的秘密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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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我還第一次來喝 那你們哪一款賣最好 五銅號 最貴的是什麼 芒果人多來賣 這芒果人多來賣 有芒果 好 喝看看 怎麼稱呼你啊 小姐 你有沒有覺得他長得像一個明星 是唱歌的嗎 楊中瑋啊 喔 有像有樣來唱一首那個 什麼 一部分落下來 這個唱 好 我會唱 噓 隨著話題越來越敏感 總監隨時都會受到品牌方的關切 要求修改甚至下降 建議公開把影片看完 然後點贊收藏 我們開這個是什麼商圈 商多商圈 就比較上 商圈少了 那你平常有看抖音嗎 有 那你都看誰的片比較多 我都看那個 薩哥的 薩哥 你會跳鋼彈搖嗎 會 那如果我跳你可以再請我一杯嗎 好 好 是不是這樣子 來 欸 趕快搖 我也是拍子很像不太多 我還是做知識類的 那喜歡撒一個比較銳感 普通奶茶吧 總結束了這一杯 要記得比較多 那這個是拿鐵不一樣 它鐵比較快 沒有奶的 所以說不要點奶茶啦 哦 那鐵就好了 你要做快一點 還沒告訴我 到底你那個朋友加盟三間 普通號 得到的祕密是什麼 一間店開起來要花多少 像這樣的店型 大概要多少 這個快四百萬 三間要多少 自己算 像這邊店租大概多少 四萬 差一夜 大概一個月可以過多少 接近百萬 平均的價位都比較高 哦 我剛剛看平均六塊五十以上 他說一天大概一百五十杯啦 怎麼可能一天一百五十杯啦 是奶茶啊 平均一天一百五十杯了 加上其他茶類 一天應該有辦法到五百杯上下 這樣子的話呢 有辦法兩年內 回本嗎 繼續看下去 平均每一個客單都是一百多塊 關鍵是他的毛利 毛利很高 大概六七成哦 難怪人家說第一賺錢賣水 第二當醫生 開一間五重號 弄到好要花四百萬 如果設定兩年內 你要打平回收的話 究竟一天要賣出幾杯 投入成本四百萬 分兩年攤體 每個月是十六點六萬 店主我們抓五萬 人事假如請四個人抓十四萬 水電雜資兩萬 總共一個月固定的支出 是三十七點六萬 換算下來 每天要賣出幾杯呢 公司在這邊 打算我們每杯抓五十元 毛利抓七成 你要賣出三百五十八杯 你在兩年內 才有辦法打平回本 這還是在一個什麼前提之下 就是在你的人事不流動 物料成本不上場 跟你附近沒有開競爭者 才有可能達到 所以你覺得 有可能兩年內回本嘛 所以啊 2023如果你真的想要創業賺錢 總監建議你要考慮的是 輕資產 輕資產創業 才能讓你的創業成功機會提高 可是你看他現在 公家蒙蓉到好 要快四百 他要多久才能把它攤回來 一兩年 你上次跟我說 路易莎開一斤要七百 那如果要你選的話 你要開五頭的話 還是開路易莎 小朋友才做選擇 可不可以一起開 但是前提要有錢啊 來 口茶 點頭像 加入總監 粉絲群 2023 你還不趕快 跟總監一起用 雙眼音賺錢 好不好 我想有天上的月亮